卡塔尔世界杯公认的死亡之组是一组,同小组的有德国、西班牙、日本和哥斯达利加。 如今第一场比赛结束,德国队以1比2不敌日本队,爆出大冷门。 这是日本队对史上第一次击败德国队,创造了历史。 日本队替补登场的唐安律捕射班平比分,前野拓模绝杀。 德国队在世界杯赛场率先进球的情况下,28年世界杯率先进球均不败的记录被终结。 比赛第八分钟,日本队在中后场抢断后发动快攻, 易东纯也右侧接球之后往前推进,随即送出传中球。 前田大然,后点包抄,直接推射,球进了。 但是很可惜,越位在先,进球无效。 第十六分钟,德国队利用脚球集会制造威胁, 吕迪格投球破门,稍稍偏出右侧立柱。 三分钟之后,金米西在禁区湖顶拔脚怒射, 门将飞升之后把球扑出,京都安不射,结果踢飞了。 第21分钟,九井红树投球过门,顶在了队友头部弹出底线。 第28分钟,金都安在禁区外来一脚远射,踢得太正了,门将轻松把球没收。 随后,德国队继续围攻日本,金都安再来一脚暴射,这一次则被防守球员封堵了出去。 第31分钟,日本后防线出现大漏洞,老母在禁区左侧被彻底放空。 他献下金米西送出的妙传,门将跑出阀,他骗过门将稳稳把球打进,德国队终于领先了。 半场捕失阶段,格纳布里送出横传,哈佛茨门前推射打进。 不过,哈佛茨越位在先,进球背叛无效。 半场结束,德国1比0领先。 下半场一边再战,第52分钟,田中碧在右侧起球,皮球飞到后点。 连田大帝在零角度的情况下完成射门,结果踢飞了。 三分钟之后,哈佛茨获得单刀机会,门将及时出击,抢先一步把球扑出。 第70分钟,德国在门前狂轰滥炸,接连四次射门都被门将化解了,全田秀医太神了。 三分钟之后,日本队制造威胁,贤野拓膜进去内胸部停球之后起脚抽射。 诺依尔极限补救,把球扑出,酒井红树跟上补射,结果踢偏了。 第75分钟,日本队踢出细腻的配合。 南野拓时小角度射门,诺依尔把球扑出,唐安律跟上补射,球进了。 日本队颁平比分,球员疯狂庆祝,孙宝一的换人起到奇效,替补上场的唐安律进球了。 第82分钟,日本队又进球了。 贤野拓膜突入禁区爆射破门,日本队反超比分了,又是替补球员进球。 最终,日本队逆转爆冷,2比1先翻夺冠热门德国队。 这场比赛收视率非常高,根据数据显示,收视率高达7.1634%,同时阶段排名全国第一。 收视率高是有原因的,一方面是因为开球时间是黄金时间。 另一方面,日本队和德国队都很有看点,日本队代表亚洲最高水平。 德国队经历4年前的鲨鱼之后,自然是希望卷土重来,所以看点失足。 这场比赛的过程也很精彩,对得起球迷们的期待,日本队击败德国队之后,在死亡之组的晋级,概率暴涨。 同小组的还有西班牙和哥斯达利加,对手的实力都很强。 但日本队取得关键的胜利目标是冲击八强。 弥补上一届世界杯,2比0领先被比利时3比2逆转绝杀的阴霾。 这样,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成绩来到两胜两负,赢球的是沙特2比1逆转击败阿根廷,日本队2比1逆转德国队。 其他的两场比赛,东道主卡塔尔伊朗队都输了球,非常可惜。 也祝贺日本队为亚洲足球争光。